各位關心火把教會建堂的家人和好朋友們 平安 我是火把教會的主任牧師吳永成牧師 好多弟兄姐妹都關心 到底教會為什麼要建堂 其實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看見更多的靈魂得救 初期我們在成功國宅聚會 之後我們去了文化大學的程序部 2009年我們就到了台北車站的演藝廳 在許昌基的辦公室 它是一棟60年的建築物了 不管是在設施常常給我們有一些漏水的狀態 或者是電梯就停住了 讓弟兄姐妹非常非常不方便 還有呢 這個場地受限 我們期望給弟兄姐妹家的感覺 可是一直沒辦法做到 到了新的地方 只要我們付了頭期款 接下來原先付給台鐵 付給取倉街的租金 其實就拿來付我們的房貸 我們就可以取得我們屬於的家 就是為了讓弟兄姐妹可以在主日崇拜之後 他們還可以繼續留在神的家 可以跟家人一起團契 一起交通 一起禱告 在新唐所有的場地 所有的設備 所有的設施 就是為了讓弟兄姐妹有家的感覺 我們巴不得在這個地方 每一個年齡層 他們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滿足 我們信場的位置是坐落在台北市的大同區 它是全台北市廟宇密度最高的地方 每乒乓公里有24座的廟宇 其中比較出名的孔廟保安宮 所以相信神帶領我們到這個地方是有祂的目的 我們要訓練弟兄姐妹成為門徒 成為精兵 我們透過圓山這個地方非常非常交通便捷 以至於我們可以拆派更多更多弟兄姐妹出去宣教 為祝贏得利魂 2019年代領建堂委員我們一起開始禱告 二月底的時候 神告訴我兩個字 成了 當下我就歡喜 領受了從神來瑞瑪的話語 這不是代表我們從此過的幸福快樂生活 乃是當中我沒有經歷許多的掙扎 在那段非常黑暗的時間 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 我們只能禱告 我召聚了所有的牧者 我們一起在教會禱告 很奇妙的是我們連續禱告一個小時之後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七月三號的時候 我們以五億三千萬的價格 我們買到新的家了 感謝主 六千萬的價格 六千萬的價格 我們馬上就要進入神的家了 我們的奉獻目標到2020年的六月底之前 一共是一億六千萬 其中的一億元是要還給幾位融資給教會的弟兄姐妹 另外的六千萬是新唐的硬體設施 還有施工的費用 各位弟兄姐妹 我鼓勵你們 不管用信心的認獻 硬體的認獻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奉獻 相信都是神所喜悅的 用愛的行動來參與建討 相信在新的家 許多人生命要被改變 相信在新的家 許多領袖要被興起 相信在新的家 許多人要得恩典 得祝福 弟兄姐妹 我們一起參與奉獻吧